大國民保衛第四戰 最強的頂級男人 接下來的PK4算是 男人的尊嚴的決鬥 傳說中… 兩位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他們基本上今天 也不能再沉默了 他們決定要跳出來 看看他們誰比較硬 好 他們才會頂 蛤 誠誠哥你這樣講 讓我們認為這個節目 現在是深夜節目 我們當然是深夜節目 能播嗎 現在絕對不是奇怪的劇情 而是我們回歸到了 今天最可怕的 頂級達人 我會請到了陳建合老師 我們台灣目前就是李唐華 李唐華整個記憶團裡面 最重要的一位弟子 是 目前呢 他誓言要保住 最會頂的男人 這個稱號我相信他當之無愧 來看一下精采的回顧一部 最強頂級達人 陳建合 在之前的節目中 有位年近半百的硬漢陳建合 他能夠用頭 把許多不規則的物品頂起來 小致日常用品 大到家具 你看得見的 摸得著的 用得到的 他都能夠把他們放在頭上 甚至是比自己還重的沙發 也能夠輕而易舉的頂起 讓現場眾人驚呼連連啊 在最後他又挑戰要把人頂起來 並且還要同時抱起兩位來賓 等於一次要承受三倍的自己 這樣的高難度 這樣的神力 這一次又會為我們帶來 什麼樣令人瞠目結舌的表演呢 這邊前面 隨便 有效果 轉向 有風 轉向 早 好 不會吧 醉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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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盤酒喝完了 可以拿來用 看多好 你寫的 每個東西都能找到它的平衡點 不要鬧了吧 志位先生 不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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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漂亮 漂亮 不會吧 好像 不是耶 不要鬧了 不要鬧了 好厲害 那個頭 那個頭是什麼 會滑吧 太難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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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麼可愛 有掌中細 然後呢 要頂人啊 該不會是整尊頂起來吧 這脖子要超有力的 整尊頂起來 上面的人比下面的人更害怕 真的 真的 不會吧 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我媽的頸椎太有力了 頸椎太有力 掌聲鼓勵 哇 哇 陳建合老師 哇塞 這個太誇張了 什麼都可以頂 兩位好 一次比一次驚人啊 陳墊墊對不對 重點是他不規則 不規則 不規則是最難的 重點是這個人 這個 你這是什麼想法 什麼靈感 我都是故意挑 一個物件裡面最難頂的位置 其實最好頂的位置很簡單 我就可以 輕而易舉 對 但是我故意 故意的去挑一些 比較難的角度 不規則 對 不管是專業的 或者非專業看 他都可以看得到 真的嗎 那老師那個 比如說剛剛那個酒壇好了 哪一個位置是最好頂的 因為你剛剛頂了一個 特別斜的那個 平的位置是最好 底部肯定最好頂 對 比如說這個重 很重喔 這個酒壇子 是這個雕像的一倍重 非常重 哪一個西瓜也很重 瑟琳娜 你兩個手 像個嬰兒一樣 兩個手 像個嬰兒一樣 她比嬰兒還重 對 小心 先不要 小心 好重喔 難怪老師你的脖子這麼粗 頂太風 對不對 瘋狂 就是你本人 瘋狂的瘋 你以後就叫頂太風 頂太風 太風 那誰跟誰收那個專利 你還好意思跟人家收錢 那他跟我收什麼 一字不一樣嗎 我想 別說什麼了 現在上面沒做人 光頂這就有難度了 真的 對啊 對不對 這個木板 對 這十七個 我可以試試看嗎 不要吧 真的假的 我只要小心 成哥你要頂這個空的 不要… 你要這樣子嗎 兩手要扶在左右的那個木板上 對… OK 好 站起來 慢慢的 你的脖子一定有粒子收下額 好的 就這樣子 脖子要粒子要收下 用你的頂上的這個頭皮 去感受它的重心 對 你要擺好你的位置 OK 好 頭映入 開始 來 小心會往前 映入 好了 偏了 一直偏了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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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哥你沒有考慮到你進出會有點困難 講 小琳娜講了一個滿實在的話 辛苦了… 什麼感覺 什麼感覺 誠哥 讓我們陳述一下 你知道我是講公投你曉得嗎 沒有 上面是圓的 圓的 圓的 我上面是凸的 那更難 這每一座人都好重 對 你真的 你這個好 硬是要得 你的腰力也好 你的頸子也好 你的脊椎就是長得好 腿要有力 腿也有力 四肢也好 但我相信他應該也是受過很多傷 不要說老師現在手也是傷 是 這是怎麼了這個 這是在練新的一些動作 然後掉下來就來了 東西掉下來 什麼東西掉下來會變這樣 那個問號 他不會那麼殘忍 我想你是我們的 對不對 他也不是個賣麻辣鍋的 但是我相信 因為以前已經是最強大國民 已經得到認證的人 今天找一個人來挑戰你 也是有過人之處 特殊才藝的一個人 在演藝圈當中基本上呢 你不是說只有一些影歌式的能力 對 像我們主持人 像晨晨哥他也不是只會主持 他也會跳舞的 你知道嗎 對啦 晨晨哥要不要再 你的拿手 總要也是要讓大家再看一下 有人沒看過嘛 因為我以前曾經在那個 吳宗憲的節目叫做綜藝旗艦 有一個指定代打的單元 我曾經跳過張學友的 那個頭髮亂 哇塞 跳兩次喔 練兩次 當時學友哥 好帥喔 當學友的偶像 他那個感動之情 他沒想到有人在演藝圈裡面 有一個人 願意為他這種新歌 來做這樣子的表演準備 所以今天陳哥是要帶來 頭髮亂了嗎 剛好有椅子 剛好有椅子啊 對 這次是頭髮亂了嗎 爽 爽 太突然了 那是巴加醬嗎 陳哥哥你剛剛看 到底是上個時代 還是頭髮亂 不要了 不要再GG了 陳哥把手邊來了 OK 開始 刷 刷 謝謝 基本上我喜歡跳舞 但是今天不要考我的才藝 因為來挑戰的 我這邊派了一個人 要挑戰你的人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敢 是 因為今天這個踢館呢是 我們熟知的 他到底是來頂的 還是來 還是來鬧的 不知道 他是誰 誰 到底是誰 有這麼大的膽子 竟敢在頂王面前頂東西 這是一場男性尊嚴的決鬥 會出現什麼樣激烈的戰況呢 目前落後的衛冕者紅隊 能靠此回合扳回一城嗎